This must be 那說到無尊這部電影當中 哇 真的 身材非常的棒 當然平時都已經很棒了 但是這部電影當中我們就在大螢幕上面 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 那這個身材方面是有特別的在場景 就是拍戲的時候也有一直在keep fit嗎 其實拍這部戲我覺得大家都稍微有練到一些體力 因為我們要就是要練馬 然後穿盔甲要學一些那種武術的招式 所以你在學那一種東西的時候呢 你都整個身體都在動 所以是每一天騎馬啊 我覺得都是在鍛鍊我們的身體 因為我們騎好馬我們隔天身體都痠痛 對 然後當然拍那一場戲之前 那一天也稍微在那邊做一些鼓勵挺身 OK 那說到這部電影 因為算是你第一次穿上這種就很重的盔甲 而且要拍很多的武打的戲嘛 對你來說會特別辛苦嗎 我覺得大家都辛苦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在辛苦的過程中呢 你是興奮的 對 因為你是興奮的 你都會把那種辛苦的東西忘掉 對 像我們之前我們一起在拍戲的時候 我們都假如大家沒有這麼的合得來 我覺得是更更更辛苦 對 對 因為大家其實聽說就是感情真的 你們是七兄弟 然後一家人 所以私下合作也像一家人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知道說這個電影 它其實是在講一個家嘛 那我們要怎麼把那種感情在電影裡面 傳達出來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大家不管自己的性格是怎麼樣的 他們都會有那一種責任 有那一種企圖性 要去把大家的這幾個兄弟的感情 在戲外把它培養好 對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單元員的責任 對 那你們幾位是怎麼培養感情的 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有些人是吃 有些人是打電動 像我們有一次我們第一天開戲的時候 第一天喔 我們那時候大概半夜兩三點 我們在那個森林裡面 然後 就是 我們的大哥都在那邊有那個iPad 去玩遊戲 然後我們全部人穿盔甲 然後八圍在一起一個圈 然後在那邊玩那個iPad 所以都非常好笑 對 因為 你知道嗎 就是穿盔甲然後在那邊玩一個現代的遊戲 是那個畫面應該還蠻有趣的 經典 對對對 其實我看了電影之後 我真的就是可以感覺到 因為通常 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如果七位帥哥都聚集在一起 那個 那個競爭會不會就變成一種比較惡性的競爭 但是呢 看了電影之後是完全沒有的 就真的是 兄弟一般 你們之下的感情真的就是像兄弟一般那麼好 真的 都一起玩iPad 很好 OK 你們都玩什麼遊戲啊 舊了 現在 舊 是舊的遊戲 OK 好 可以嗎 是嗎 可以嗎 是嗎 是嗎 可以嗎 是嗎 是嗎 好嗎 是嗎 是嗎